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感谢您的支持 生姜和柠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食物 也是特别健康的食材 曾经有一名著名的国医大师 就推荐大家用生姜搭配柠檬这样吃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斑、去豆、美白肌肤 还可以帮助我们减肥、瘦肚子 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的抗病能力 很多人都因为这个方法而受益了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具体的做法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块生姜 生姜我们最好选用这种老黄姜 因为老姜比嫩姜营养价值会更高 它的药用价值也会更强 但是它会比嫩姜更辣一些 我们先把生姜放入盆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生姜打湿 然后碗上面撒入一大勺食盐 用食盐把生姜的表皮搓洗干净 食盐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生姜它是长在泥土里面的 细菌杂质会比较多 生姜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 除了调味、去腥、蒸香以外 其实生姜它还有很多的功效 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感冒、卵弓、活血、去寒、去湿、去湿、抗盐等等的功效 生姜中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姜醇、姜锡、芹锡、柠檬醇 还有姜蜡素等 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感冒、卵弓、活血 还可以卵胃、散寒、促进消化 另外,生姜中含有的姜蜡素是一种自然的活性成分 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帮助黑色素从人体内排出 而且生姜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可以抑制人体,产生氧化脂质 能够淡化色斑的同时,还可以融化衰老 我们把生姜清洗干净 然后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新鲜的柠檬 柠檬最好选用这种黄柠檬 柠檬我们也把它放入碗中 同样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柠檬皮打湿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盐 把柠檬表皮搓洗干净 在水果中,柠檬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并且含有丰富的营养 含有丰富的柠檬酸 黄酮类 挥发油 橙皮肝 多种矿物质 以及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B 维生素P 它的功效也是非常多的 可以抗肿瘤 抗氧化 美容养盐 醒脑 提升 降低胆固醇 预防坏血病 还可以预防肾结石和心脑血管动脉硬化等功效 柠檬用食盐把表皮搓洗干净后 再用清水给它冲洗一遍 食盐可以起到杀菌消毒 这样可以把柠檬皮的残留物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吃起来就更加的放心 清洗干净的柠檬 我们把它沥干水分 然后放在案板上 先把它切开 柠檬它是属于碱性物质 在进入身体后 经过消化 可以调节人体的PH值 柠檬还含有多种维生素 有基酸 柠檬酸 等多种成分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果酸 柠檬含有高达4%的有基酸 能以肌肤表面的碱性物综合 防止清除肌肤中的色素沉淀 可以有效的抑制色斑的形成 并且去斑 除了美白去斑以外 它其实也是减肥的最佳食品 它能帮助人体溶解多余的脂肪 进化血液 改善血脂 促进新陈代谢 使脂肪分解 加快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 柠檬不仅味道清香 其中富含的维生素C 柠檬酸和柠檬C等营养成分 还具有抗氧化和辅助降压的功效 据最新的研究表明 长期的使用柠檬 还能够促进钙质的吸收 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症 称得上是水果中的保健品 柠檬有脂的 一定要把它去除 因为柠檬汁它会发苦 如果不去除会影响口感 然后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 切好之后先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接下来我们再把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的生姜 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姜末 平时我们适当地吃一些生姜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去除体内的湿气 从而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 生姜和醋泡在一起 可以起到减肥养胃的作用 有效地提升人体的氧气 能够达到减肥强生的目的 生姜我们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姜末 然后和柠檬放在一起 再用勺子把生姜和柠檬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它们融合在一起 把它们搅拌均匀后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干净 无水无油的玻璃瓶 最好是密封性比较好的 提前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更有利于它的存饭时间 我们再用勺子把生姜和柠檬 全部装进瓶子里面来 全部装好之后 我们再加入蜂蜜 家里没有蜂蜜 也可以加入冰糖 不过加蜂蜜它的功效会更好 我们都知道 经常食用蜂蜜 有很好的美容养生的效果 除了美容以外 其实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 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 保护肝脏 蜂蜜可以很好地 帮助我们扩张人体的冠状动脉 营养心脏 改善心肌的功能 血压高或者是血压低的朋友 平时可以喝一些蜂蜜水 经常喝一些蜂蜜水 还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另外蜂蜜对肝脏 也有比较好的保护效果 它可以促进肝脏的代谢活动 并且能够为肝脏提供能量 还可以有效地刺激身体肝组织的再生 起到比较好的修复肝脏作用 而且还有很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 帮助身体排除毒素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瓶白醋 也可以选用米醋或者是苹果醋 白醋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自然酿造的 然后再把白醋倒入柠檬中 白醋要没过柠檬和生姜 多一点也没有关系 接着我们再盖上密封盖 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保存 5天就可以了 生姜、柠檬、白醋 把它密封 经过充分的发酵 会形成柠檬酸循环 柠檬酸循环不仅可以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 还可以抑制体内的糖分转化为脂肪 并且还可以分解脂肪 所以对于减肥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生姜中的姜腊素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加快新陈代谢 从而让皮肤中的黑色素被排出 而达到去斑的效果 食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用勺子 这样咬上两三勺 放入杯子里面再加入45度左右的温开水 把它吸射开 这样一杯酸酸甜甜的生姜柠檬汁就做好了 生姜搭配柠檬和蜂蜜 对去除淡化色斑以及豆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想要变美变瘦的女生们也可以动手做起来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每一个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可以在下方给我点个赞加评论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